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 那里说 我要谨醒谨守 因为你们的仇敌啊 魔鬼如同虎叫的狮子 遍地有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这魔鬼好像是一个恶冷的狮子一样 他在找他的中餐 找他的午餐 找他的早餐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因为一不小心可能就被他吞吃了 我现在想 魔鬼会吞吃什么样子 第一个离他太近的人 第二个离上离太远的人 第三个呢 第三个胆怯的人 第四个闹单的人 第五个身体虚弱的人 属灵生命虚弱的人 这些人都是容易被他吞吃的 我就分别跟你来讲 跟你来分享 第一个 如果是一个离魔鬼太近的人 离这个狮子太近的人 就容易被他吃掉 我们都看过一些的影片 提到这些 在这个园野双边 狮子也好 老虎也好 或者是花豹也好 你看当他们去捕猎物的时候 他们总是浮在草堆的中间 让猎物看不到他 但是这些猎物有些就是笨笨的 什么小鹿啦 什么小兔子啦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就笨笨的靠近他 当他来到了他的狩猎范围之类的时候 你就看见那个花宝 那个狮子一摇而起 没有几步就抓到了这个猎物 所以呢 如果这个猎物靠着这个狮子太近 靠着这个花豹太近 你就可能会被他吃掉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会离他比较近呢 就是跟世俗为伍的人 比方如果是一个贪害钱财的人 他很容易被他吃掉 像是圣经中间的巴兰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上帝已经一而再 再而三地警告他 告诉他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但是钞票落下了他的心眼 他的心里都看到了白花花的银子 所以呢 就是上帝禁止他 他还是往前面去 到最后他想 也许我转个圈吧 也许我转个弯吧 还硬往灭亡的道路上直奔 所以你记住 如果贪害钱财 小心 撒旦就在你边上 另外呢 贪害女士 这个大卫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他看到一个 这个 这个 八十八 刚刚洗完澡 或者正在洗澡 这一看就不得了了 他里头的情欲就被挑动了 他脑袋就昏了 所有想的都是怎么样能够跟他睡觉 结果结果呢 就把自己带到了 极大的灾难的重建 所以你记住 女社会让一个人被撒旦吞吃的 另外呢 嫉妒 你看扫罗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啊 你看扫罗 听到别人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这两个比较一出来 扫罗就受不了了 扫罗就在想 我怎么可以杀死千千 这个大卫怎么可以杀死万万 大卫顶多杀死了 九百九十九 怎么可以杀死万万 这一份的嫉妒在他的里头 就弄得整个国家 腥风邪雨 也造成他到后来的时候 污鬼上升 邪灵上升 让他整个的人 落在那一个魔鬼的网络的中间 所以记得 记得 如果你活在世俗的里头 如果你充满着钱财的贪爱 女色的贪爱 充满着与人嫉妒的那一份的 那一份的情欲在你的里头 恐怕魔鬼就蹲在门口 小心点 随时你会被他吃掉 好